自从咱们的歼20服役以来,其生产速度和部署方向,就一直是外界关注的焦点。 迄今为止,外界预计歼20目前共有三条线迈动生产线,其中两条线用额制31楼SAP3发动机,一条线用国产太行发动机,每月最多可以生产三架隐形战机,每条大约年产12架歼20,一年也就是36架,目前为止至少20架服役。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,重型机间20年产量就高达一团半,轻型机间10年产两团,成飞快赶上洛克希德公司了。 当然了,好消息并不止这些,据央视相关节目的爆料,成飞生产第五代隐形战机的第四条生产线也将在2019年开通,将试产J20B测试新型WF-15发动机, J20B装备WF-15后巡航速度可达1.8马赫,最高速度超过2.2马赫,与美军F-22不相上下,说到这里估计有人就问虎哥了,短短几年时间,为何咱们的战斗机生产速度这么快呢? 其实,对于飞机制造来说,主要分为两大块,单个零件制造和装配,把小组件装配变成大组件,大组件变成机头,机身,机翼然后再把这些大部件对接,设备管理安装调试完毕,一个新飞机就搞定了。 但是装配的这个环节往往最耗时间,别看钻孔,装钉看似很简单,却是阻碍飞机上批量快速生产的巨大瓶颈,而且一半多的工时和人手都耗在这上面。 如果使用自动钻,卯机来代替人钻孔装钉,不仅效率高,而且问题少,几乎100%都是优质,每个孔位置几乎都是零偏差。 由于自动钻卯机的高效高质量工作,能够缩短飞机制造周期,降低制造成本,保障制造质量,所以成了西方国家各大飞机制造厂的常客。 当然也对我国进行封锁,保持自己的优势,直到20世纪末,我国飞机装配技术整体上仍较落后,当时的飞机装配,基本上完全依赖工人的肉眼观察和纯手工操作,自动化水平低,质量难以控制,问题不可溯源,装配效率低,严重影响了飞机的性能和使用寿命。 咱们也通过引进、改造、升级的方法来改变窘境。 西飞公司引进了GMCO他公司G4026SXX120自动钻卯机,并在1995年与西工大联合研制了机翼拖架系统。 成飞公司在引进G4026型自动钻卯机后,与西南交大联合开发了数控拖架系统。 随着新直线客机ARJ21、国产大飞机C919等新飞机的研制与生产,以及更广泛的国际合作,国内自动钻卯技术也开始发展起来。 浙大、北航、南航、哈工大、西工大等国内各大高校及相关飞机制造商,对自动钻卯技术进行了深入研究。 如北航,2011年将机器人与自动钻卯技术相结合,开发了用于飞机部件自动装配的机器人制孔系统。 成飞,2013年成功研制出塔式五周数控法向钻卯系统。 南航,2014年采用农门结构,设计了Poco驻托架调资系统,并在UMAC控制器的基础上开发了自动钻卯机的控制系统。 这大研制的卧室双机联合钻卯机,紧钉头的齐平度,就从0.05毫米提高到0.02毫米,实现了飞机B板装配的工艺过程中全部实现自动化,故障率小于千分之一。 目前,该团队已研制了17套飞机自动化装配系统,使我们的运20和歼20能够批量的生产。 飞机装配的钻孔装订问题解决好了之后,接下来就是虎哥刚开始提到的,飞机卖动流水生产线。 早在2011年,西飞就建成了中国第一条飞机总装卖动生产线,运20批量生产进入部队试用取得良好效果后,在2017年左右,进入快速生产阶段。 2018年6月,还有卫星图曝光西飞附近出现9架刚刚生产完毕的运20运输机,一年生产的数量是前两年的两倍。 2016年11月,成飞飞机多战卫师总装工艺流程构建项目曝光,这被外界解读为成飞歼20的迈动生产线,一个月生产3.3架。 这个数字已经在迅速接近美军F-35战机,每月5架产量的水平,与此同时,美军F-22早已停产无法重启,俄罗斯T-50服役,尖南连印度都想取消订单,到目前为止,除了F-35外,全球隐形机生产,也就只有咱们的歼20最火。 感谢观看